聪明人三秒就能取出这个圆环 而脑筋转不过弯的人 给他十天半个月也做不到 从下面取绳子太短 取不下来 把环从下面翻过来 发现又回到了原点 那如果是往上取呢 绳子会形成一个结 绑住圆环更取不出来 似乎只能将绳子剪断 才能取下圆环 其实这里考验的是孩子的逆向思维 圆环取不下来 我们可以把棍子取下来 先把圆环往上拉 形成一个结 接着把圆环翻过来 一手按住结的一边 把结顺着圆环往下拨 当绳子穿过整个圆环的时候 结就打开了 圆环就可以取出来了 你会发现 那些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 更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 比如这个环环相扣二十四件套 孩子在玩的过程中 无形中锻炼了动手动脑的能力 和空间想象力 以及对耐心的培养 家长陪着孩子玩 还能增加良好的亲子互动 寓教于乐 把孩子玩手机的时间 用来做这个智力解扣 是不是会更有意义 同款智力解扣 在视频左下角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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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